车车一头撞进一摊贩 车头隐形盖扭曲变形 雨刷似乎还被误开 停滞在前挡风玻璃上 这只小组获报后立刻到场 拉起封锁线展开踩阵 车内车外所有蛛丝马鸡 全部放过 车车完毕之后 拖掉车来到现场 把肇事车辆给拖走 而这起车祸总共夺走三条性命 不过监视器拍下 有名骑士惊险逃生 当时他看到车车迎面而来 联盟紧急刹车幸运躲过一劫 不过他前方的骑士 却被连人带车拖醒冲撞 命丧车轮底下 生死就差一瞬间 肇事的魏成年 当场被警方带回派出所调查 而他公称17号晚上 是第一次无罩偷开 祖父的车外出找朋友 肇事车辆内的皮包 虽然被搜出电子烟弹 不过经过初筛检测 毒物反应呈现阴性 也确定没有酒后上路 警方初步研判 一次是因为技术不纯熟 一时误把油门当煞车 导致车速过快 失控重撞 被这样的臭豆腐摊贩 在当地少有名气 恐怕死者家属怎么也没料到 只是吃个晚餐 竟就此与死者天人永隔 少年的爸爸第一时间表示 并不知情儿子开车外出 地方后续也将对少年进行尿液检测 初步排除酒驾及毒驾 不过恐怕少年的父母也难逃就责 这新闻GOMPRO邱柏亭 经常不倒